目前台湾疫情趋緩之下 有郵輪業者看見了商機 從今年開始要富航了 還推出了跳島行前 從基隆出發再到金門 馬祖還有澎湖 也讓台灣不只是全球防疫自優先 更是全球第一個富航的地方 但是衛福部長陳仁忠就強調了 國際疫情現在處於高峰 防疫還是不能的掉以情形 3 2 1 請啟動 隨著倒數聲 交通部長林佳龍和衛福部長陳時忠等人 為郵輪副始揭開序幕 也讓台灣領先全球起航出遊 郵輪跳島的郵程可以規劃各種的產品 包括還台灣一周 從基隆 台中 高雄到花蓮 目前也有旅行社提出這樣的郵程 郵輪從26號負航之後 一直到11月底 現在台灣有31行次的跳島旅遊行程 全都是從基隆港出發 再到金門 馬祖 還有澎湖 業者也跟農委會合作 展銷本地農產品和實行在地採購 助攻產業振興 這段時間台灣的疫情非常好 所以國人都以為 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過了 我必須要提醒是沒有 那世界現在正處於高峰 衛福部長陳時忠談到國際疫情 還是強調不能掉以輕心 為了配合政府防疫 郵輪上配備116支酒精噴霧 自助餐改由工作人員協助取餐和21間負壓隔離 病房 另外賭場和血療中心則是沒有開放 不久的將來如何以台灣為基地 與鄰近的沒有新冠疫情的地區 建立郵輪旅遊泡泡圈 台灣將再次成為國際郵輪業復甦的標杆 台灣不只是全球防疫的自由聲 也搶快振興旅遊 郵輪復始加上強化安全防線 希望能在後疫情時代製造雙贏 記者邱鎮慶曹水 Essentials 基隆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